寄寄寄寄南牛肉麵 嘿 我千千啊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看到我們今天這個戶外的開場 就知道我們今天不得了了 今天呢 我要來拍一個 大家都非常好奇 一直敲碗的系列 有人敲碗嗎 沒有 可能是我自己敲碗的 就很多人問說 欸 千 你的口袋名單是什麼 這個系列呢 叫做千千的口袋名單 然後因為畢竟它是第一集 所以我這一次精選的四家 我自己很常去吃 然後呢 我從來沒有拍過的口袋名單給大家 然後這一次呢 跟著我們征戰台北 本人的口袋名單的就是這一台 SYM CLBC 你看它這個粉紅色的樣子 我今天還有特別為了它搭配 你知道我們今天這個造型叫什麼嗎 你不要自己摸摸 我自己覺得很尷尬 這一台呢 我今天騎的這一台是粉紅色的 我跟大家說它是變色科技口漆 所以它會隨著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光源 隨時變換它的顏色 台北口袋名單 GO 超省力中注 新優化 不管身高是多少 都不費力 停車不再是困擾 獨家旋轉後照鏡 不管什麼角度都能輕鬆旋轉 超方便 我們接下來呢 到了 擠南牛肉麵 寄寄寄寄背背背背 寄寄寄寄南牛肉麵 接下來這間擠南牛肉麵呢 基本上所有的 應該是老台北人都知道一間牛肉麵店 然後我點的是它的全金加一顆皮蛋 這我個人最愛的點法 然後呢 皮蛋一定要跟他說要加在湯裡面 不然它就會把它放在盤子上面 會擠醬油 就會不適合丟進來了 它的全金 其實大家也可以點它的那個 半金半肉 因為台灣牛牛的特性 它的肉感會比較扎實一點點 所以我比較喜歡吃嫩肉 我通常都會選那個牛筋麵 它的那個口感是那種軟Q 然後牛肉味非常的重 如果你吃的口味比較偏清淡 比較喜歡青春類型 你就不吃得及呢 因為它我覺得 它是屬於偏非常重口味的那種牛肉麵 但我個人就很喜歡被這種牛味給撞擊 哇 這一入口感覺台灣黃牛都撞過來了 而且大家知道台灣黃牛其實之前有一段時間 它其實是有點瀕臨絕腫嘛 因為其實台灣黃牛它就是 要養的時間比較久 然後因為它要比較小隻 所以其實台灣之前有一陣子 就沒有人要養 它桌邊其實有酸菜 就看你個人要不要加 不過我自己吃牛肉麵 其實我是不太加酸菜的 所以要看個人 你們是酸菜派還是不是酸菜派的 一定要加酸菜耶 好 可是我其實加酸菜 它會影響那個牛肉的味道耶 哇 吃一吃整個都熱起來了 我們現在坐在蒸外面 阿滴 阿滴 大家一定會想說為什麼要點皮蛋對不對 這個呢 是我一個姐姐朋友推薦我的 然後我吃了之後整個重 我通常會吃個幾口 吃了一半之後呢 我就會開始吃皮蛋 我就會把這個皮蛋給這樣子戳開之後 很香 然後我就會讓那個 中間的那個糖心讓它融入湯裡面 我跟你說意外的非常的搭 你皮蛋剖開那個糖心融進去的時候呢 它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整個合在一起完全沒有分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是可以試試看 但是重口味的人限定知不知道 我其實這次要拍我的那個清單的時候啊 我牛肉麵有超多間的 我這一次精選出來兩家 但其實還有很多家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說想看哪其他間 大家來吃這一間的時候 我先跟大家說 因為台灣黃牛它的那個 肉質會比較紮實一點點 所以你點半斤半斤 然後它有一些肉可能會比較硬一點點 來 我把這個皮蛋給剋掉 吃完這間擠南牛肉麵了 這一間呢 我覺得半斤半肉跟全斤我都很喜歡 然後寬麵 小辣 加一顆皮蛋丟進去裡面 我被撞了 真的假的 你被一三公斤了 沒有 我被牛 家裡養了一頭娘 咬一養頭 在我身體裡面衝撞 下一間 接下來是千千百突突突 第二間是大膽牛腩麵 這有沒有像雞雞雞雞雞 擠南有哥哥 大膽有什麼 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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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闆 超級香 好 我們接下來這間是大膽牛腩麵 這一間呢 它的老闆真的是香港人 然後其實很多評價都說 很多香港人會來吃說 也有種回味回到家鄉的感覺 但因為我之前去香港沒有吃過 所以我不太確定是不是正宗 但我個人很喜歡這一間 很多人說來第一次要點它的那個 牛腩雲吞湯麵 但我個人來我最喜歡點的是它那個 SO干貝醬牛腩麵 它是乾麵的品項 但它旁邊會附一碗牛腩湯 我比較推薦大家可以點這個 然後它的麵我會選香港撈麵 它真的很好吃 就是它的SO醬很香 然後它的那個撈麵呢 它因為它很細 可是它咬起來不是爛的那種 它其實它帶有一點點脆度的那種 這個香港撈麵它其實本身就有一點鹹度 所以口味上比較重一點點 但是喔 因為它有一個那個牛腩湯的麵啊 我是建議如果你們是點這種湯麵 夾在裡面的不要選香港撈麵 因為香港撈麵本身的味道比較重一點 進去之後它會影響它湯口的味道 我來喝口它的湯 你看這個牛腩有多多快 哇 剛剛的那個擠麵是完全不一樣的路線 看你個人喜歡哪一種 它這個是屬於比較清甜 我覺得它喝起來有點那個蔬果的甜味 然後它是大骨熬的湯 這種清湯看起來清 但它的口味上沒有讓你覺得清淡了 我覺得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厚實的 然後又甜甜的配上這個重口味 然後跟配這個合在一起剛剛好 然後一定要點一下它的雲吞 如果你是要外帶的話 你就點那種湯的 但是如果你在內用可以點它炸的 它的肉香味非常剛好 所以它裡面的蝦子很大 然後咬下去 它如果是炸的啊 它這邊邊多脆 然後又不會刮嘴巴 如果你是喝湯的話 你會吃得到它那個肉的甜味 我好像比較喜歡在湯裡面的 我覺得它芥蘭煮得很好耶 因為很多芥蘭煮的那個味道啊 跟口感有時候會太粗啊 可是它嫩得剛剛好 我現在還沒吸光這個瀏海 你就會發現今天一整天 它就是好像有種旁分 然後又變回瀏海 然後又變成條碼 很想要刷 很想要嗶嗶的那種感覺 現在如果測那個分貝 我這個應該會完全超飄耶 分貝超飄 我會覺得媽媽會起來打我 吃完了這個大蛋豬南麵 我只能說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我會推薦大家現場吃 因為後面如果買回家再加熱 我覺得那種香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希望大家點湯青菜的時候 就是那個運氣也好 可以點得到它的芥蘭 因為它每一次的湯青菜 不一定是芥蘭 下一間 剛剛吃完一堆正餐之後呢 我們就不不不 我們接下來呢來到了翻白眼 這一間呢 是我心目中的愛店之一 這一間我其實第一次吃的時候 是我朋友買給我的 然後他買給我的說說 這間很好吃 我一吃就 哎唷 這個鹽味奶油卷也太好吃了吧 然後我就查了一下 發現它的價格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就來進去吃它吧 有嗎… 完全沒有 失敗… 我們現在來到分白裡面 這是我第一次內用 因為我超常叫它的外送 這一款啊 是每一次 它只要一開放外送的時候 就會立刻消失的品項 因為它這個其實是可以先預訂的 但是呢 在外送品項上是沒有要先預訂 所以我很常點不到它 今天終於在現場吃到它了 但首先我們要先吃它的招牌 紅茶巴蕊 給大家看一下 你不要看它長得非常的無聊 一個樸實無合的感覺 它味道非常的多層次 非常完美 我跟大家說 它這個紅茶巴蕊啊 它是伯爵茶葉的那種香氣 而且我跟你講 它伯爵茶是那種淡雅清香的 因為現在其實滿多伯爵茶相關的那種甜點的製品 它其實茶葉感會非常的重 但它是那種淡雅的清香 然後你咬著咬著 它裡面還要放那個巴蕊的巧克力 所以你咬一咬之後 它會有不同層次跟它的口感出現 然後你買回家的時候 請一定要烤個外脆 那你就會鬆鬆軟軟的 很棒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紅茶巴蕊的甜度比較高 但我個人是還好 因為我是偏輕度麻蟻的 所以我其實覺得它咬一咬之後很香 所以如果你覺得甜度比較高 你就可以點它美式咖啡一起配 鹽味奶油絹 我第一次吃這間是我朋友買給我的 然後他第一次買的瓶箱就是這個 而且我那個朋友其實非常的挑嘴 不吃麵包 可是他說這一家非常好吃 它的奶油絹啊 外面會有點脆脆 底部也有點脆脆 然後裡面是Q彈油嚼劍的那種口感 然後咬一咬就是會讓麵包本身的香氣 再配上上面的海鹽 鹹甜鹹甜的很爽趣 美酥吐司 厚片的形式 他們家的那個純奶吐司也很好吃 他們家的純奶吐司就是沒有加任何一滴水的 我跟你說 它奶酥香 但是是細緻的奶香 可是那我一入口就給你重擊 然後你吃的時候就覺得非常的刷水 而且有些人會覺得奶酥太油了 但它完全不會 如果你是外帶的話其實一定要烤過它 超棒 因為我覺得奶酥就是要烤過回香 來囉 剛剛都是我吃過的 這個就是我第一次吃的 好緊張喔 來囉 約會絕對不要吃它 因為樣子會有點臭 但是它下面是搭上鹹奶油 然後因為它上面的那個紅豆泥非常的細 然後甜度也不會太高 然後搭上下面的那個鹹奶油 鹹甜鹹甜的剛剛好 而且它這個很酥 可是牙具它其實那種 它不太會刮嘴巴 因為它酥之餘它不會到硬 我覺得很棒耶 而且它價格不貴我覺得這是重點 我覺得悠閒的午後站這樣 點一個紅茶巴蕊這樣子 坐著在黑北咖啡感覺真棒 雖然說我平常都是 外送回家 你看我今天吃的這幾個冰箱 我自己都滿推薦 大家可以點來吃吃看 這個就是融化的那個巴蕊的巧克力 因為它對咬著咬著 它現在因為有烤過 所以它這邊邊是融化的 我們要去下一間了 就是這個 這是等一下夥伴可以吃吃看的 它裡面也是他們家店裡面的 這個紙袋 翻白線紙袋 但是它外帶 就是環包紙袋 每一次都會拿到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一點超酷 騎機車導航最怕什麼 手機沒有電 這樣就可以不用怕手機沒有電了 導航 導去哪都可以 澎湖 不可以 要過海 自己覺得尷尬 我們一個車子這樣 嗯 過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最後一間就是我們的 巷子口蘿蔔絲餅 如果呢 你有追蹤我的粉絲團聯書 有沒有追蹤 有沒有按讚 就知道這一間巷子口蘿蔔絲餅呢 是我的愛之一 這間巷子口蘿蔔絲餅它有兩間 然後呢我們來的這一間呢 它是遼寧店 然後它其實本店是在那個無星街裡面 我們今天其實本來想拍無星街 因為我想要特別的有感覺 但它今天呢 沒開 所以呢我們今天來二店 二之開的店就是這裡 然後我個人最喜歡吃它的蘿蔔絲餅 我是喜歡吃普通的 因為它有薄的跟原版的 然後我比較喜歡它的那個原版 因為餅皮比較厚實 我覺得吃起來比較香 我們先來點一個吧 嘿 我點的這個是它的正常版加辣 其實很多人都說老饕推薦的吃法 一定要加蛋 但因為我本身呢不太在加蛋 是因為它加蛋之後 它本身就比較偏油一點 所以加蛋之後會更油 所以我比較喜歡它最原始的版本 然後一定要加辣 你看它這個 它這個讓我想到 彰化惡靈的高麗菜餅的餅皮 跟這個的感覺一模一樣 我要咬它了 いただきます 它這個蘿蔔絲餅啊 它裡面是有加黑胡椒下去攪拌的 所以它吃起來是 除了蘿蔔絲的甜味之外呢 它還多了那個胡椒的辛香味 合在一起剛剛好非常刷水 然後它的餅啊本身很香 我自己很喜歡它加辣 就是它咬起來有那種麵皮本身的香氣 不過呢很多人說 這一間的蘿蔔絲餅偏油 我個人是滿喜歡偏油的 所以我覺得它很OK 如果你比較喜歡偏清爽淚 你可以買那個南港有一間叫老眷村 那一間我也覺得很好吃 而且它裡面有加蝦米 所以咬下去還有那種香氣 鮮味 我除了喜歡吃蘿蔔絲餅 還喜歡吃胡椒餅 我目前最喜歡吃老髒 還有一間是那個 台北厚火車站有一間叫福遠 那一間我也很喜歡 大家如果其他推薦也可以留言給我 然後大家知道為什麼叫加辣嗎 其實它辣加一點都不特別 但是呢 加辣之後它整個味道就是 我不知道耶 就是搭起來我覺得是最最剛好的 我覺得有一些小吃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鳥寧店跟無心店 無心店可以去吃吃看 無心店還可以去吃木浸牛肉麵 那之前攝影師推薦我 但我還沒吃過 我要走囉 嗯 不知道大家跟著我今天騎著SYM CRBCU這樣下來之後最想吃哪一間呢 我今天這樣一整天跑下來呢 油量沒有掉很多 非常的省錢省油 小隻女孩讚讚 而且呢 它的煞車拉桿跟手把對小手 它這個有做縮短的設計 所以你操控起來就非常的方便 女生的手呢 按起來也是非常的舒適 但我的手其實應該算是 女生借著大手 但小手按呢 大手拉小手 然後我覺得這一台 它有一點很棒的地方是 坐墊呢 它是水平的設計 任何的身高做起來都非常的舒適 因為像我176做起來也是 然後之前去試騎的時候 我經紀人做 159 有嗎 159做起來呢 也非常的大丈夫 那不知道大家今天看完之後 最想要吃哪一間呢 這些呢 通通都是我本人的口袋名單 基本上價位都非常的漂亮 人也不會很多 然後我覺得是好吃的 如果大家看完之後 喜歡這系列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還想看什麼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也非常的謝謝S1M CRBCU 跟著我們七成一整天 口袋名單 大家就這樣囉 掰掰 每條大街小巷 騎著CLBCU 有嗎… 場刷你看到了嗎 第二集要不要再來 再來印一下 你們這是哪一個節目 千千見時鐘 那個YouTuber是不是滿高的 點這樣 是那個頻道是不是 聽說它長得有點像許霧軒 是這樣嗎 不是